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欢迎TV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桃园的选情 桃园当然林之间就人间蒸发了 现在就是本来桃园三结役 那现在告诉大家它就是不见了 不能再出现了 所以就连这个我们昨天形容 像封神榜一样的民进党贺杰的 这个照片上梗图里 他就是不见了 独缺他 但是没有忘记8月10号 民党终植会的时候 蔡英文还是力挺他 力支持志坚捍卫自己的清白 那么沈慧宏的脸书也是 始终相信林志坚市长的清白与诚信 还有林志坚自己也说 转换身份第一天跟郑文燦 明轮三圣公参拜 就是桃园三结役 团结不变 曾孕鹏也不是说桃园三结役 被笑说怎么秒切割了 佳节时分外让人感觉事态炎凉 无论如何这些曾经力挺他清白的人 到现在其实都看不到 旁边还有林志坚的身影 所以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尤英龙他就说了 26个人违继参选脱党参选 已经民进党正式开闸 把他们开除党籍之外 民进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还在得意洋洋 不知大难将至 参议领导的党未来是什么样子呢 来看看曾孕鹏 郑文燦好了 到慈慧宫去参拜 去拜拜的时候告诉大家 再下了一张支票 30年后 30年就会迈入慈慧堂100年 就会在母娘的庇佑之下很厉害 铁路地下化顺利完工 捷运四通八达 桃圆成为台湾最快发展的直辖市 蔡英文的4年承诺都做不到 他要承诺30年 其实真的有点久 蛮少候选人提这种证件 本来长期的规划是好 但是因为这个过去 跳票经验太多了 所以让大家觉得你提30年 会不会太遥远的一点 我占你心里最遥远的距离 蔡英文比方说他宣布 基隆轻轨2021年 就要通车到南港 今年已经2022年 那为了基隆杠上 林又昌还呛政治语言 柯文哲就只问他一句话 就把他堵住了 就问他说 我就问那何时通开通 那问你什么时候通车 你可以回答得出来吗 过去不是讲2021年 那互相在批评攻防当中 林又昌就骂柯文哲 洛力巴说等等的 所以被形容说 骗术天下无敌 过去的记录 除凡不及被窄 再生能源 蔡英文总喊出来是 2025年就要占25%了 现在呢 现在20% 但现在呢 本来有信心成为 亚太绿能中心 当然还是遥遥无奇 王美华只说 因为分母变大 景气好 用电量大幅增加才会这样 但是能源政策 为什么只写到2025年呢 柯文哲就说 因为大咖报 蔡英文称 他只做到2024 其实就李远哲说 所以就告诉大家什么 就是这些证件开出来 现在选民要检验 到底能不能做得到 而现在至少在民营党 在桃园的选情上 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县长 当然这个民进党的 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 过去的初选民主程序 通通被没收 那么像今年的县市场 就只剩下屏东 屏东县那么有初选 那么以桃园来说 其实原来有四个参选人 已经都是经营 努力经营的 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包括像这个彭少锦 他已经辞掉 连工作都辞掉回去 连公平会的副主委都辞职 回去参选 结果连个民调什么都没有 就被抽掉了 这个郑保卿在林志坚 要宣布退选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民进党有做了以后 那么找四个人 大家来好好做一次民调 我猜 他也只要求这件事情而已 郑保卿大概没有那个胆子 去跳出来参选 可是因为根本就思想搜搜 连这个程序都不做 就直接宣布由这个郑孕 来代表参选 所以他当然吞不下这口气 所以某一个程度就是说 因为违反民主程序 才会让郑保卿跳出来参选 有他的正当性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 民主程序造成了整个 这一次的桃园的变局 那么另外当然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就是说 为什么其他派系没有意见 因为基本上现在民进党 就是派系共治 所以民主程序还算是 可以突破派系的 现在因为派系跟总统 就结合起来 总统说我只找你们派系谈 我不跟你们来什么民主程序了 所以民进党现在等于是 有不同意见的人 基本上在派系里面 连在派系都能生存 我以为只剩英系的 然后某一个程度其他派系 还是可以抽伤一下 但是因为没有民主程序 所以民进党现在敢讲真话的人 基本上都离开了 就变成一言堂 所以整个党变成一言堂 譬如说以林志坚这个案子 过去一定很简单 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 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来调查看 林志坚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 调查委员会调查完之后 大概有一定的理解之后 可能林志坚 他出现的机会就很少 现在连这个都不处理了 就是过去的这种 针对这种是非伦理 还在讨论是非伦理 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同志 这个搞成帮派一样 把民主政政搞成帮派政治的形态 当然另外刚刚讲说 沈奎友以前是一个标准的公务人员 现在他代表民进党在新竹市参选 可是新竹市另外有一个 积极要参选的林志坚的同事 叫郑 那个名字一下 就是新竹市本来有一位 非常积极要参选的 结果他也毫无机会 就变成林志坚说了算 指定接班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沈奎友他就变成完全 他的人设就变成民进党的候选人 就算他选不上来 可能在以后民进党的相关的 无论是中央或是地方 他可能都还是有位置可以坐 所以他马上转变他的人设 变成他是一个 全部都是用政客的嘴脸在讲话 该吹嘘的 比如说U-bike那时候 可能也不是他主导的 他现在说U-bike是我来主导的 说黄珊珊指定他当副市长 邀请他 人家还是否认 某一个程度就是这样的一个 会把自己往上面去吹嘘 这个已经是变成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就在会吹嘘 所以为什么 这个会是一个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整个民进党现在不愿意诚实 就是示威伦理诚实 不敢讲真话 不敢诚实面对问题 是 小心 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在新竹跟桃园 民进党其实是启动他的补救措施 就是说小智离开了桃园之后的补救措施 怎么说呢 因为林志坚的论文案我认为对于桃园跟新竹的选情 民进党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而桃园是重中之重 那新竹也很重要 因为这都是他们现在的执政县市 如果今年选举掉了新竹又掉了桃园 那民进党等于是败选 那败选之后主席就要换人 那又进到2024年民进党的权力之战 所以现在我认为这是整个蔡英文的这个布局 就是说郑文灿带着郑运鹏跑 其实你说现在在桃园选举的叫做郑运鹏吗 没有我都先看到郑文灿 郑运鹏在旁边小小的小小的 所以好像郑文灿在选连任一样 那另外一边林志坚就要回去帮忙 他当初推的这个沈慧红 因为沈慧红的选情不佳 他整个人给人感觉也不好 所以说看可不可以让林志坚回去救沈慧红 所以把本来新竹是这个林志坚到了桃园 然后郑文灿加林志坚的这个大舰队 他们本来想要用这个去带动整个北部的选情 但现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就把他们两个像变形金刚一样 又拆开郑文灿打桃园 然后林志坚打新竹 可是我就问 那该给人民的一个道歉 当时凹成那样 整个党失智列车一直上 然后到现在学位被取消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们一个道歉 民进党只知道选举 但不知道他对人民的责任在哪里 委员 不要忘记林志坚刚刚这几天才去教育部提出数月 提的数月 所以表示说他要跟台大到教育部去 还有戏 教育部好细节有的看 我也真的很好奇 教育部会做出什么花样来 最好在选举前做 不管你是博士台大也好 接受台大也好 这个都是很好看的一场戏 哪能不好好静待 不过有些戏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等到哪一天 我怎么说 曾孕鹏说他开支票 桃园铁路地下化 捷运四通八达 他开的支票是什么 30年后 我老天爷 我不曉得小心 你30年后要开什么支票给我们台北市 我都搞不清楚 第一个你的任期 顶多就是4年加4年 就是8年 8年你要做什么 你要告诉大家 你能完成什么 要告诉大家 结果他 这个曾孕鹏竟然搭了说 辞贵党再30年就将能迈入100年 然后这个未来30年 他可以做什么 怎么会有人政治人物这样开支票 曾孕鹏今年几岁 50岁 30年后他80岁 我不晓得你开你80会的支票 要来大家现在投票给你 我想这个我们 焕志兄也要选台北市长 你会不会告诉我说 你开的支票30年后可以兑现什么 你知道论文封锁年限 对 那是不是等到蔡英文的论文 也解封了 陈时中的疫苗契约也解封了 我们才看得到 你曾孕鹏的这个绩效 证件可以实现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民进党里面 现在很流行那种30年的说法 实在是 让人家匪夷所思 回过台 好不好就讲现实好了 基隆是真的需要 跟台北市新北市 做比较密切的接轨 基隆的整个经济 才能够放上 往上来翻身 主要的就两条线 一条叫民生细子线 一条叫做基隆到南港的轻轨捷运 因为基隆到南港的轻轨捷运 也可以跟民生细子线接轨 所以对于这个基隆 要进入内湖 进入南港的话 因为是一个很方便的举措 因为不管怎么看 内湖南港就一定会是什么 会台北市东西的两大核心 不是我在帮我自己的选区宣传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基隆如果跟他连线的话 会发展到基隆去 这两条线就很重要 好了 我讲给大家听 大家忘了 蔡英文曾选过新北市长 跟谁选 跟朱立伦选 他当时就开支票 他要完成什么 民生细子线 他现在已经当了总统 已经当了好几年 你有看过民生细子线吗 钱在哪里 不知道 机会在哪里 不知道 好了 基隆捷运 难怪人家消遣你 你06昌已经干了 八年的基隆市长 你从一开始选举 就要讲基隆捷运 现在什么 难道后面等30年是不是 30年后 跟路纹一起解封才看到捷运 这是超级捷运是吧